《雄文》 曹斯達… 布萊恩? 這麼趕趕去哪兒? 胡亂過萬路撞死你 你知道,你孫子很疼你,哭死他 你神經病 你這麼趕趕去哪兒? 我?去香港書展2018 去書展?你懂字嗎? 沒錯,我就是看中了《玉文新書》 《玉文踢爆之說文解字》 《玉文新書》 你知道玉文還有一本新書叫甚麼? 《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讀字》 當然知道 另外,除了新東西厲害之外 舊東西也很厲害 你知道普羅重領了《中祖康本》 《香港高官厚黑學》 操控你一身的64條廢話公式 當然知道了 書名這麼長,很深印象 所以我就這麼急,跑去會展的《荷溫》 1B-B13 大家好 歷史在銷,容共與清黨 這個星期六,10時播出的第55集 這一集是說國民黨由分裂到整合 但還是波折重重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國民黨的領導人的私心自用 令整合出現危機 禮拜六,10時記得收看 謝謝大家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新啟力行 隔空發功 抑鬱角力行 現在和你們副釋政治 抑鬱採某大家見面 抑鬱採某大家見面 改為一個半小時 即是回復原貌 應該這樣說吧 因為我們的時段是很有限的 你究竟躲在甚麼地方 如果做三晚的話 另外一晚躲在哪個時段 沒有理由六點多 下午或者傍晚 所以計來計去 根本沒辦法找到那個時段 可以做多一天 於是就回復原貌 禮拜一、禮拜四 做一個半小時 就不是一個小時 有沒有那麼多話說 很多話說 現在你不覺得做一個小時 整天都不夠時間 是啊 總是不夠時間 你又不能犯費 我一個人說了 一個半小時 只有我一個人說了 我告訴你 很笨實際 所以我經常要拿他的篇文來講 昨天那篇是好東西 講留下的 其實有幾個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第一 他不是從獲自由 OK 是從來都沒有自由 是嗎 當他走這一條這樣的路 走上一條政治異議人士 和他老公 你就已經沒有自由了 我告訴你 老公犯罪 但是思想有自由 就是老婆坐牢 老公沒有犯到罪 老婆坐牢 對不肯住 不要說錯 他老公犯什麼罪呢 他老公是犯你共產黨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那些 那些全部議員入罪 這個已經成為世界 文明的社會的共識了 包括這個秦敏敏 文章寫得太多 叫你了什麼 就陪你了十三年 接受訪問多 接受外國傳媒訪問多 簡單一點 這是一個鬼國 這是世界文明角度的人 常識 這是一個鬼國 你那些人住在大監獄裏面 不過你覺得很舒服 等於老順說 有兩個時代 這是一個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一個就是坐穩奴隸的時代 那你現在就是坐穩奴隸的時代 你這幫人在吃喝玩樂 歌頌共產黨如何偉大 養活十幾億人那些 接受大家在考取紅奪 人性最惡劣的一面 就在你這個所謂經濟改革開放之後 這幾十年 在中國大陸就是 就是大家眼界大開 那個已經是文明社會的共識 所以我就不喜歡 用重獲自由 當然留下可以離開中國 絕對是一件好事 但是不是肯定中共政權的寬大為壞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人還說人道主義 這個人道主義的拆鞋說得錯 那你林鄭月娥說這個是人道 他表現人道主義的表現 以前很難不人道 那就是拆鞋都說錯話了 那就是以前很難不人道 你現在放他就叫做人道 你放樓下就叫做人道 那為什麼不是他老公死了之後 政府好好地照顧他 照顧他 照顧一個圍傷 一個這麼偉大的人物的圍傷 為什麼不是這樣呢 林鄭月娥 如果我問你這個問題 你答不到我 你說放他就是人道 這個不是放他 是放逐 OK 你廢人事給你做西方國家 向中國的人權極壞的紀錄 用來說三道四 或者作為他的籌碼 即作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施壓的籌碼 其實整件事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是比較相信 甚至乎在我們的知識和經驗的範圍裡 整件事 德國的朝野 是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件事裡 你看一下在三月開完兩會之後 收賣憲 他是做皇帝 是嗎 在那段時間 他也不放 是嗎 因為他那時自信心爆棚 這個世界是我的 OK 然後這個習近平 這個世界也是我的 我和這個Donald Trump平起平坐 接下來現在發生的這個貿易戰 你就糟糕了 是嗎 喂 連歐盟以抗美 你真的不用指望 現在全世界都在對付中國 是嗎 就是這幾個月的了 這幾個月間發生的事 是嗎 所以 經過上一次 德國總理去訪問中國的時候 直接向習近平當面提出要求 要讓這個樓下可以去德國 是嗎 所以整件事呢 德國朝野 包括前總統 是吧 包括一些和中國異議人士在德國 在背後就很低調地做了很多事 才有今天的結果 OK 是吧 所以 我都有點奇怪 說不用這麼快 喂 你現在很簡單 那幫維權律師 你告訴我 是嗎 全部人間蒸發的 現在潑墨那個瓊瑤女子 去了哪裡呢 是嗎 這個是一個鬼角來的 是嗎 所以你看到西方 你現在最近這幾年 我講民主失敗論 我本來那本新書的嘴 我只想寫一篇很長的 起碼一萬多字以上 講什麼叫西方民主失敗論 然後威權時代又來臨 然後威權主義就有效率 你看看中國就是了 極權統治的經濟發達 每個人都講這些 這個是很無知膚淺 但是呢 竟然在知識分子 特別是中國知識分子之中 是很有市場的 是嗎 哪裏西方民主救不了中國的 本來我就想寫一篇很長的 結果寫了一篇三千幾次 就叫做天下治港 非一人所能獨自 我就由習近平開始講 講講講講講他老祖宗 我記得在2012年 習近平剛剛做總書記的時候 他曾經去拜訪那些民主黨派人士 因為中國政治體制 不是一黨專政 他自己說 是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所以那九大民主黨派 他做了總書記之後 逐一去拜後這些政治花柄 去見這個民建的時候 就講講一個故事 當然是幕僚幫他寫定 叫他這樣認識就差嗎 這個人講一個故事 講一個延安搖動的故事 這個就是講1945年 後來民建的領導人黃嚴培 民主建設會 簡稱民建 民建的領導人黃嚴培 就在延安搖動 跟毛澤東有一番對話 毛澤東 他的說法 就是黃嚴培說 中國歷史就是 其興也撥然 其忘也忽然 永遠都是這樣的 這個歷史周期率沒有變 一加一勝 這個朝代倒了 又第二個朝代起 第二個朝代又是一加一勝 然後又被人堆倒 第二個朝代又來 基本上就是 就是這樣 不斷地 周期率 那怎樣才可以改變 毛澤東說 我們有辦法 我們共產黨 就是民主 由人民來當家作主 就可以解決這個 所謂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問題 這個就是很有名的 所謂搖動對話 OK 毛黃的搖動對話 習吉平實 在建民建的領導人的時候 2012年 他就說 當年毛主席 和黃嚴培的這個搖動對話 今天對共產黨 都仍然有很大的啟示 這樣 那接著現在你就搞 一人獨裁 是不是 啟示什麼 根本沒有得到啟示 如果你有啟示的話 你說我們現在不用西方民主 我們自己本身就是民主 西方民主制度是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 很多知識分子都是這樣說 但是當年 新華日報 我記得1943年登過一篇 1943年7月4日 美國獨立紀念 新華日報 是共產黨的機關部 那篇文 你現在看到也覺得很融化 歌頌美國民主的偉大 就是 我們要以美國為師 是吧 講林肯 講華盛頓 講傑忽信 講 哇好厲害 總之美國就是 中國人的明燈 我們一定要推翻現在這個 法西斯的國民黨政權 我們就要學美國這種 民主制度 民主精神 叫你毛澤東 當年叫你學美國 所以歷史就是這樣 成王敗寇 但是你今時今日 留下這件事 再一次突顯你共產黨 始終 這個極權的本質是沒有改變的 所以台長那篇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 人質 有一件事很荒謬 德國的反應就是 哎呀留下可以出來 真的很開心 我們都鬆了口氣 那我一看 這句話很難不對勞 為什麼會他覺得鬆了口氣 為什麼不是中國人覺得鬆了口氣 是不是 共產黨終於放他走了 那是不是大家 鬆了口氣 這個是德國人來的 這個是德國人來的 多荒謬 你說 德國人說 哎呀覺得很開心 終於鬆了口氣 多荒謬 那個人質 那個是中國人來的 是不是 他放一個中國人 他是軟禁他 這個叫監視居住 然後動用一個 中國的所謂安全系統 在他住的周圍 全部都是這些安全人員 來的 喂 要出糧的 這班人 你要用多少錢 來監視居住 對一個樓下 一個死了老公 患了抑鬱症的女子 是吧 然後 德國人覺得鬆 一口氣 我們終於做到一件好事了 哎 我們終於做成這件事 被樓下來到德國了 你中國人應該覺得羞恥 作為中國人應該覺得羞恥 是吧 他被這個共產黨監視居住 這麼多年 是吧 不要說之前 他老公死了 你都不放他 當時就奔走夫號 都是為了希望 劉曉波可以去德國醫病 又不給 是吧 劉曉波死之前的心願 就是他和他老婆 可以離開中國 特別是他老婆 到他死了 他老婆都仍然在中國大陸 被人軟禁 你林鄭月娥說這些叫做人道的表現 很冷心你沒有回應 你不懂的問題就沒有回應 是吧 即是等於你今天在大文會那些回應 就行了 你是特首嘛 那幫今天立法會議員 又拆掉 是吧 你有什麼質素又低 問題又昂糕 讓你可以在那裡揮沙主義 在那裡炒他們水 是吧 但這些問題你回什麼回應 是吧 不要說你了 是吧 追牙尖咀利 巧口掙手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都愚失 不要問了 不要問了 OK 講完了 我要講講完了 是嗎 不讓你follow up 大哥 因為會出事的 再答你 是吧 連這個華春瑩 被記者追問的時候 關於樓下的事情 他都愚失了 大哥 這個很簡單的 是吧 你只看他的樣子 擦顏官式 就知道 你有沒有做了壞事 你中國政府 是吧 你怎麼回答 你怎麼有異性辭言 去回答 是吧 所以整件事 第一 那個很基本的觀念 就是 不是他黃恩大社 OK 不是從獲自由 是吧 你看他走出來 在客議新機機場 那張照片 全世界都燈了 是吧 你好像解脫 開心得 你看他的笑容 多燦爛 是吧 當然這張照片 很多中國人看了之後 就不是滋味 是吧 是吧 然後很多那些五毛 又會寫一些無謂的東西 這個是必然的 中國之所以 就是 不堪 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堪 很簡單 中國人稍為有骨氣一點 怎麼可以容許這些事 每天都在中國發生 這些人質 就是 其實真是 想一下 都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任他們玩 是吧 那你習近平 還有 這個德國總理 也是好事 很低調的 你知道嗎 沒有很高姿態 但是又不會 他要在這個 所謂 和中國做生意 和這個人權之間 他們拿一個平衡點 很明顯的 所以對這個德國總理來講 他就能夠交代 是吧 是吧 即是你和中國做生意 和那個人權問題 你怎麼去拿一個平衡呢 在這件事上 就 拿到一個平衡 等於這樣 那當然 現在整件事背後 就有很多操作 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 但是將來這些 全部都會公主於世 但是 眼前看到的東西 就已經很清楚了 這個是一個鬼角 講完 是吧 這些事情都陸續會發生 是吧 打壓這個政治意見人士 都不會停手 是吧 這個秦永敏又十三年了 美國國務院 所謂被釋放事件 也有發表聲明 也提到他弟弟 劉輝 也提到他弟弟 另外就是秦永敏 所以 共產黨不會停手 是吧 他當然要存在很多 要有個資料 要儲備 是吧 你以後跟我說說 就說有請見給你 這個不是今天的事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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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我們入行的時候 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玩的 沒有變過的 是吧 所以有一種看法 就是 過去都有些所謂的迷思 如果經濟發展 民主就有機會 很多人都有 其實就錯了 如果看中國這個例子 這樣 中國人有句說話 叫做 依食足則之榮辱 如果你依食足 那你就要 要知榮辱 化財要立品 化財要立品 但這句說話 在中國不適用 對這個政權不適用 現在很明顯 是吧 是吧 他這十幾年的經濟發展 是吧 令到他自己 很有自信心 信心滿滿 是吧 他更加不會聽你講 是吧 很多時候 台灣也是一個例子 當年 經濟起飛了 跟著就 開始 因為人 你說 衣食足則之榮辱 這是一個說法 另外一個比較通俗的說法 就是 飽亂就私飲了 是吧 如果你有飽飯給你吃 食衣自行 可以解決 你就要求會多些 於是我要人權 我要政治權利 就是這樣 這是很正常的發展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OK 但唯獨在中國 不是的 是吧 對於現在 享有特權的人 或者在中國那些 所謂有錢的人 民不民主關 我都可以到處去 是吧 沒有關係 是吧 子女都一樣去外國讀書 跟我沒有關係 你中國有沒有民主 跟我沒有關係 是吧 怎會跟他有關係 是吧 他怎會去 為這個 所謂中國民主化 去奮鬥 是吧 你不跟別人 所謂第三世界 或者爭取民主 過去爭取民主 而付出心力的那些人 很多都是生意人 來的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 台灣那些台獨人士 最早期的時候 在兩蔣時代 全部是流亡海外 是吧 但是有人接濟他的 就是為了一個理想 就有人接濟他的 是吧 你美麗島事件發生了之後 這一幫去坐牢的黨外人士 又有人接濟他的 有錢人接濟他的 告訴你 又是 他覺得 喂 這個是一個理想來的 我有錢 我做生意 但是這些人是為我們去坐牢 他會這樣看的 你現在香港 梁天琦這幫 你香港人不會覺得 他為你坐牢的 這幫人是活該死的 是吧 是吧 所以香港你就大了 是吧 很簡單 你看看二次世界大戰的時間 那些德國納粹 迫害那些猶太人 你看那些猶太人 那種 散去其他地方的猶太人 那種 那種 對自己的同胞 對自己的民族 受苦難的時候 他們那個貢獻 這些所謂的民族性 中國人沒有的 大陸 尤其是到了現代 尤其是到了現代 尤其是以魚我渣 你憎我奪 全部都是這樣的 所以都是悲哀的 有時候看 這些事情 老實說 我和台長做了幾十年 做新聞幾十年 看這些事情 人家開始有點麻木 沒有的了 你看到這些事情 慢慢沒有感覺 有點麻木 但是它是陸續發生的 是吧 當然 有些大是大非的問題 我覺得沒有什麼好爭議 而過去要求釋放離譜波 或者釋放樓下的聲音 都很多 香港民主派人士都經常說 但是就不要覺得是你的功勞 不要搞錯 最大的功勞的是Donald Trump 都可以這麼說 美國沒有人寫的 你現在真的很嚴重 你香港當然很多人說 但你美國我看完 沒有人說 是因為Donald Trump 不過他自己也不會贏 但是你客人 你不要忘記 他在中國人權問題裡 他沒有說過 這個人真是很聰明 很滑頭 這樣才會令到習近平中計 因為這個真的是Fan 你那些左膠總統 整天在批評我 人權這個不能說 這個真的不說 但不說他做才拿命 他沒有叫你放人 他沒有叫你放人 你自己放人 美國從來沒有叫你放人 德國就算叫你放人 他也不由政府出面 就算是他都沒有公開 現在說 德國總理見習近平的時候說 這個當然大家都相信 但是有沒有公開 他可以這樣去 在Photocall那裏說這些 或者在新聞裏面 他們會見的時候 有這個報道沒有的 背後在操作 做到大家很看面 大家都下台 然後由華春瑩回應記者 答問就是這麼多 整個東西就是這樣 我們都很關心劉霞 這樣又不對 我只是為何關心劉霞 其他人不關心 你很難關心劉霞 中國有十三億五千萬人 是吧 你回答 中國人面 我們都很難關心 那就可以了 屌你了 百分之一百 即是濕溝外交辭令 你突然怎樣 我們死到關心劉霞 那這個有問題 就是你軟禁他 屌你了 他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要什麼 是這個意思 屌你了 說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奴才 真是麻煩的 沒辦法 你可以說 一個人最麻煩 就是經常說自己不相信的東西 說得多之後就麻煩 另外一個極端 就是經常說自己相信的東西 都是大禮謀的 你明白嗎 是一樣 大禮謀的程度不同 都是大禮謀 所以說劉霞這件事 必須要很清楚跟大家說 第一 這個是共產黨 形格勢禁之下 不得不早 這是第一點 是吧 在最近這半年的發展 劉曉波死的時候 那些輿論不厲害呢 是吧 他理睬你也傻 因為他覺得強 是吧 所以剛剛台長說 就等於Donald Trump 令到他要放人 這個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 是吧 當然Donald Trump也不會承認 是吧 但整個客觀環境 就是這半年的變化太大了 是吧 特別是三月份 哇 他那個屁危一輩 是吧 這個世界是他的 是吧 到現在 真是死狗一樣 說話難聽一點 是吧 你連環球交部 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 當然我們希望 劉華在德國的生活 當然 很多人都會照顧他 對他來說 離開自己的國家 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 或者他自己的甚麼 將來希望有機會 去見到他寫的東西 但現階段 我覺得他都會很低調 是吧 現在不適宜說話 他弟弟還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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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人次 你真是大鑊 我想他都會很低調 還有他本身可能也會適應 他自己本身的病 語言方面的調教 但德國政府一定會被一個很 很適當的環境去康復 現在立刻說 他已經是可以不用申請 這個political asylum 不用了 他不用了 立刻去給護照 這個因為是整個政府在那裡操作 當然健康是一個問題 但德國都OK 我覺得 還有他有很多朋友 尿螢母、尿天琦 這班都是在德國的 都是可以照顧到他的 其實這些悲劇 在中國就不斷上院 樓下就可以離開這個鬼角 現在那些維權律師的家人 那個老公在那裡都不知道 你到處去 上訪也好 到處拍門也好 你跟記者說什麼都好 沒有人理會你 當然 也有些人權組織 是很密切的監視 監察這些事情 他們手上都有很多資料 可見他將來也是 可見他將來也是 這個西方國家 可以跟中國角力的籌碼 大家是 講這些問題 我覺得大家 就算你覺得自己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不管外國也好 你都要稍微理性一點 理性加良心 你看這些問題 是嗎 是嗎 不要開口埋口 就是屌你了 那些外國謀我之心不死 是嗎 這些是外國人 打擊中國 怕中國 就強大 你不要說這些 說這些是很白癡 誰怕你強大 除非你侵略人 是嗎 就是不要說這些 說這些就是顯得你白癡 當然你就不要白癡到 像工聯會的立法會議員 綠俊雄那樣 抵制美國貨 喂 最好這件事 用國貨 香港人就真的不喜歡用國貨 成龍就告訴你 你這麼多年前 你真是 第一個抵制 麥當勞 麥當勞 休息一會